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宾老师课堂 下面我们学习雷语 首先了解本课的学习目标 一,会认会写本课的重点生字词 这是本课的学习重点 二,莫读课文,能边读边想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通过声音感受雷语前后的不同景象 这是本课的学习难点 三,激发流星观察天气的兴趣 能写观察日气 这也是本课的学习难点 生字乐园,我会写 你们会写吗? 第一个字是雷 它的声母是边音,乐 雷可以主词雷达雷语 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雷字 该怎么把它写好 有小朋友发现雷字的语字头 在做偏旁的时候 写的时候和平时的语很不一样 它变为了横点横勾 对,原来的竖横折勾呢 现在写为了点横勾 然后是竖点点点点 下面的两个点呢 我们可以压在横中线上 接下来语字头的下方是一个田字 我们写得比较方正 好,一起来写这个雷字 这个字是乌 可以主词乌云乌鸦 小朋友们想一想 乌字和哪个字特别像啊 对,和鸟字 那么没有这一点的呢 就变成了乌 它的笔顺是撇横折勾 我们这个勾呢 要在横中线上方 竖折折勾 竖折我们往上倾斜 可以压着横中线 然后横 好,我们一起来写这个乌字 这个字是黑 可以主词黑色乌黑 黑字 小朋友们我们想一想 它的笔顺是怎样的呢 竖横折 点铁横 写完了这些呢 再写一个土字 这一竖很长 好,下面四点底 点点点点 四点底呢 我们要写的比较宽 好,小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写这个黑字 这个字念压 压可以主词压力气压 写压字的时候 有哪里容易出错呢 有小朋友发现了 这一点呢 有粗心的小朋友会忘记 它是厂字头 加一个土 然后还有一点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压 这个字念锤 锤的声母呢 是翘声音 吃 锤可以主词 低锤 锤头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锤 是由哪个字 减掉一个不手 演变而来的吗 对 就是睡觉的睡 去掉木子旁 那么写锤的时候 笔顺是怎样的呢 我们先写一个签 长长的竖 然后呢 写一个宽宽的草字头 然后长长的一横 短短的一横 请小朋友们分辨一下 锤一共有几横 对 先写一撇以后呢 下面还有四横 哪一横最长 第三横 我们看 一二三 这三横呢 是一横比一横长 那么第四横的长度呢 它是介于 第一横和第二横之间 好 请小朋友们 仔细观察之后 和宽宽老师 一起来写这个锤字 这个字念锤 它的声母呢 是翘声音 吃 锤 锤可以主词 低锤 锤头 小朋友们想一想 这个锤字 是哪一个字 剪掉偏旁 组成的呢 就是睡 睡觉的睡 去掉腹字旁 而组成锤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它的笔顺 先写一个签 树很长 然后呢 写一个宽宽的草字头 然后长长的一横 短短短短短的一横 请小朋友们观察一下 锤子除掉上面一撇 还有几横 下面有四横 好 一二三横呢 是一横比一横长 那么 第四横的长度 它介于第一横和第二横之间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个锤字 这个字是 户 户的声母呢 是喝 可以组词户口 窗户 户 我们先写点 再写一个诗 写诗的时候呢 这一横 要压住横中线 撇 舒展 竖撇 一起来写 户字 这个字是 迎 迎 它的育母是后比育母 迎 欢迎 迎接 写迎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我们先写 撇 树 提 横折 勾 树 再写 走之而 扁 横折 折 折 撇 那 很好 还要注意什么 注意这个走之而上面的这个部件呀 它和柳树的柳的右边不一样 它没有撇 对 只有撇 术 提 好 观察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迎 字 这个字念 扑 扑可以主词 扑倒 像扑 扑 由哪两部分组成呢 它和动作 手上的动作有关 所以是提手旁 右边是一个螺波的波 这个螺波的波呢 起笔的时候和右边的提手旁差不多高 然后我们收笔的时候呢 要写的比它长 一起来写一写这个扑子 我会认 你们会认吗 馋 馋 它的声母是翘舌音 吃 孕母是前提孕母 银 馋 馋 依 接下来我们学习课文 满天的乌云 黑沉沉的压下来 树上的叶子 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 馋 一声也不叫 鸭 说明呢 鸭 说明什么呢 说明乌云的来势凶猛 满天的乌云 黑沉沉的压下来 这自然断写 雷雨到来之前 又静又闷 好 请小朋友们通过中读这个鸭字啊 来读出雷雨到来之前 又静又闷的景象 满天的乌云 黑沉沉的压下来 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 馋 一声也不叫 忽然一阵大风 吹得树枝乱摆 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 逃走了 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鸭 这里呢 有一个词 垂 这个垂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看到这个蜘蛛是怎么垂下来的 这自然断呢 写忽然刮起了大风 树枝乱摆 蜘蛛逃走了 好 请小朋友们来读一读 起大风 树枝乱摆 蜘蛛逃走 一只蜘蛛逃走 忽然一阵大风 吹得树枝乱摆 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 逃走了 闪电越来越亮 雷声越来越响 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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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起来了 这一自然断是写 电闪 雷鸣之后 雨 下起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 宁老师刚才是怎么读这两自然断的 比如说 越来越响 越来越亮 越来越响 丁老师的声音有什么变化 对了 声音啊 逐渐变大 那么三个花 它是拟生词 老师在读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花比一个花声音念的大 说明这个雨啊 逐渐的下大了 好 请小朋友们也来试一试 闪电越来越亮 雷声越来越响 画画画 雨下起来了 雨越下越大 往窗外望去 树啊 房子啊 都看不清了 都看不清了 可以体会出下雨时 外面一片朦胧的景象 说明雨下的又大又猛又急 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来小朋友们 我们把这个雨越下越大 窗外都看不清了的景象读出来 雨越下越大 往窗外望去 树啊 房子啊 都看不清了 渐渐的 渐渐的 雷声小了 雨声也小了 渐渐的 渐渐的 这里呢 体现出雷声和雨声都是一点一点变小的 小朋友们 你们发现没有 宁老师读这一自然段的时候和读前面两个自然段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读这一自然段的时候啊 宁老师的声音 渐渐的渐渐的变小了 我们要结合这个内容来让我们的朗读呢 发生变化 小朋友们 你们也来试一试 渐渐的 渐渐的 雷声小了 雨声也小了 天亮起来了 打开窗户 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雨停了 太阳出来了 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蝉叫了 蜘蛛又坐在网上 池塘里的水满了 青蛙也叫起来了 蜘蛛又坐在网上 做 解出蜘蛛此时的愉快 悠闲 与前面形成对比 还记得前面蜘蛛是怎样的吗 蜘蛛垂下来 逃走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雷雨要来了 现在它又悠闲地坐在网上 是因为呀 雷雨已经过去了 文末写雨过天晴后 形成的一幅自然图画 小朋友们 刚才丁老师是用怎样的语气来朗读的 对 丁老师啊 是用快乐的语气 高兴的语气来朗读的 我们也来试一试 用高兴的心情来读出 雨过天晴的美丽景象 天亮起来了 打开窗户 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 雨停了 太阳出来了 一条彩虹挂在天空 蚘蛛叫了 蜘蛛又坐在网上 池塘里的水满了 青蛙也叫起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这篇课文的结构 雷雨这篇课文 我们可以分为 雷雨前 雷雨中 和雷雨后 三个部分 雷雨前呢 乌云压下来 缠一声也不吭 大风来了 蜘蛛垂下来 逃走了 闪电 雷鸣 好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 学了这篇课文之后呢 你们也要掌握一个小小的技巧 当你下次看见 乌云压下来 缠一声不吭 大风来 蜘蛛逃跑 电闪雷鸣的时候 那么你就要明白啊 雷雨要来了 我们要做好碧雨的准备 那么雷雨中 是怎样的景象呢 首先雨下起来 然后是越下越大 好 一阵暴风雨过后呢 雨啊 会渐渐变小 雷雨后的景象啊 截然不同 你瞧 天啊 空气变得很清新 太阳出来 彩虹格外绚丽 蝉 蜘蛛和青蛙呀 又都出来活动了 这呢 体会出啊 如果我们认真 这体现出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 就会找到 无穷的乐趣 小朋友们 接下来 请你们开动脑筋 想一想 根据课文 说说 雷雨前 雷雨中 和雷雨后 景色的变化 刚才您老师 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好 那接下来 请你们来说一说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 描写了一场 雷雨的全过程 要下雨的时候 天空乌云密布 再刮过一阵大风后 雷电交加 雨下起来了 而且越下越大 窗外的景物 都看不清了 渐渐的雨停了 天空出现彩虹 蝉叫了 蜘蛛重新坐在网上 池塘里呢 还传来 振振花明 课文写了哪些自然现象 小朋友们 你们还有印象吗 课文有写 乌云 大风 闪电 雷声 雨 彩虹 等等 雨后的空气 是如此清新 雨后的树木 是如此翠绿 雨后的彩虹 是如此美丽 这和我们的生活一样 只有经历过风雨 才能见彩虹 小朋友们 学习完这篇课文之后 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宁老师最大的感受啊 是一场普普通通的雷雨 却被作者描写得这么生动 我相信呢 我也希望小朋友们 你们能学习作者啊 去多多观察大自然 同时呢 用我们的笔 用我们的丰富的想象力 把你观察到了大自然 描绘下来 这样你会收获 无穷的乐趣 好了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